來講我會把DEMO一下 第一步就是你要傳遞參數 那傳遞參數我前面講過就是 這邊按右鍵 內容一下 內容之後的話這邊新建一個配置 然後裡面的話傳一個 argument 傳這樣的 字串進來 那這個讀進來的那個argument是一個 一維的陣列 所以是13579是中文 2468246是 英文的對不對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哎 還沒切吧 好所以我就在這邊配置一下 然後呢配置之後的話 我們按確定 那我的程式 就會有參數 那這個地方我就做了幾個 修改就是 如果title total total是什麼 total是arg的長度 如果有東西的話 那 不等於0 而且part part是 part是什麼呢 除以2是意思就是說 總長度除以2 因為有中文有英文嘛 所以我把一個part 就是兩個資料當成一筆 所以part的話是幾筆的意思 然後呢 如果裡面有資料 而且他不等於1的話 不等於0的話 那我就開始計算時間 另外跑圍圈 那 這個地方的話也是讀進來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必須把i除以2 那不進的話是2 為什麼 因為我是 135對不對 所以 逐個 所以我這邊的話是不進嘛 那所以就避開什麼 避開 這是一維的寫法 然後也是一樣就比對 那其實都一樣 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跟二維很類似 那因為我裡面有資料 有參數 所以他跳出來 就不是變成什麼 就不是 那個預設模式的 所以這個時候有沒有 第一個是說 對 對的話是 right有沒有 然後好 OK Enter 隨便打一個 Enter有沒有 他也會把正確答案給讀 讀進來 然後呢 花費時間跟總共答案 都一樣 那前提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 在Arguments裡面有東西的話 就會怎麼樣 就會用 自由 這個 用那個自有模式 如果不是的話 用預設模式 取決在什麼 取決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參數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想 細節 我想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布禁的部分 基本上都差不多 有沒有 所以 else就是下面的 所以會分成兩個部分 由什麼地方來判斷 由這個地方來判斷 那最後我想這地方 各位可以想想看 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講到這一題 那明天的話 我們會把第二類的雙數題給上完 所以明天的話 這一題 我們明天再來 最後再 再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細節 也好 還給我們更多 好